也是国政主席的安莫扎西 今天在巫统代表大会政策演说上 向中央政府提出五项建议 进一步实现建设文明大马理念 在扎西看来 政府当前有必要成立大马零工经济委员会 以监管零工行业的生态系统 同时保障服务提供商、供应商、员工和消费者 在整条经济链上的福利 他以国内的网络经济市场举例 强调网络世界已经为我国带来上千亿令吉的交易 52.4 billion ringgit pada tahun 2020 malah dijangka berkembang berkadar 23% setiap tahun 我相信 此外 巫统也希望国家能够共享经济和财富 以此解决农民生活困苦的问题 至于国家的大型计划 巫统则建议政府重启马兴高速铁路和如期完成东铁计划 以及泛婆罗洲大道 以这些大型计划催化经济增长 同时 巫统向政府喊话 重视公务员和安全部队的福利和保障 确保他们享有一定的良好待遇 扎西也不忘向巫统党员表达 大家作为团结政府议员的身份 扬言不管是什么时候 巫统和国阵都会在团结政府扮演重要的角色 成为战略政治伙伴 作为国内的老牌马来中党 扎西表明 巫统将会是保护国家基本原则的堡垒 必定为伊斯兰教 土著权益和联邦宪法 所阐明的第一五三条文奋斗 并确保国家持续稳定 吸引更多企业来到我国投资 造福人民 马兴社电视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